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交办的过程是顺利交接 使到从政者是可以专注在治理还有改革的工作上 竞选门主席范平东就有说 虽然西蒙宣言的确没有表明定下这一个交办日期 还有继任者就是安华 但是马哈迪已经好几次表明说 会在两到三年内交办给安华 他们就是基于这一点建议西蒙是可以公布政权转移的日期 现在既然连非政府组织都发声表达 明确地表达他们的要求 说明接班者应该就是安华 或许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非政府组织这次会有政治立场呢 其实他们的言论 他们的观点也代表着相当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 因为坊间出现太多的那种谣言跟阴谋 导致国家陷入不稳定的一种情况 而这些不稳定的情况其实是源自于政治的不稳定 而政治的不稳定呢 就是这个交办日期的不确定性 以及交给谁的不确定性 如果可以设下明确的交办时间表 以及人物的话呢 将会减少这种不必要的差异 以及不必要的阴谋 还有谣言 相信也不会出现那一种性短片的流传呢 以及那种朝野领袖伦的表来说 我支持敦马任满五年 或者是我支持我力挺安华 这些东西如果有明确的话就不会发生 没错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竞选盟之外呢 穆斯林青年运动 ABIM还有呢 行动方略联盟 GBM 其实都有提出发声 还有呼吁 希望马哈迪呢 可以明确的提出这一个交办的日期 他们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呢 就有表明了 虽然呢 这个公开信内写明接棒者为安华 但是他说呢 这是根据马哈迪素来的一个说法 而不是这三个组织的政治立场 范平东就认为呢 接棒者在任向前半年任副首相 不但呢 可以保证权力在转移的时候呢 更顺畅 基本上呢 也可以确保政策的一致性 好了 那么刚才有提到这种挺来挺去 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 他只满足一两位领袖 那么我觉得说 这种表态的方式是很废 废料的废 他们应该把时间跟精神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那么过去国政掌权期间呢 这三个组织现在站出来表态的呢 都是比较独立 而且倾向当时的反对党 就是明年跟现在的这个西蒙 他们呢 在公民社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因为他们的成员涵盖了不同的这个族群 不是单一的族群而已 同时也涵盖不同的这个领域 比如说 穆斯林青年运动组织阿比 他代表着进步的穆斯林 还有这个行动方略 他们的大部分的这个成员 都活跃在教育 以及公民教育的这个领域 如今他们呢 是对西蒙友善 他们也站出来要求说 这个权力的移交 能够更明确的进行 所以有关当局特别是杜马 应该把这些人的声音听进耳 记者呢就有问到了 那如果接下来呢 接棒者并不是安华的话 那这三个非政府的组织 是否可以接受 那范平东就说啊 即便西蒙内部呢 是同意选出另一人交棒 那他们呢 也必须要告知大众 同时呢 设下明确的一个交棒日 不过呢 穆斯林青年运动秘书呢 莫哈默法伊莎就有说 西蒙呢 在第十四届大选之前呢 就已经告知大众 安华未来将会接任 马哈迪成为首相 那这是一项公开的协议 那他就认为说 这一项协议呢 也算是对选民的承诺之一 当然敦马能够清楚 明确交代权力移交的话 将可以让关键的领袖们 更能够专注的去治理国家 而不是每一天都在忙着 进行政治计算 以及政治部署 交棒其实是件大事情 如果没有妥善解决的话呢 那么政治人物就不会专注 在治理国家 他们会为了这些位置而打架 而不是为了人民而奋斗 这是很多政治人物的天性 没错 那除了这个公开信呢 呼吁要设下交棒日期 还有呢就是交棒前 应该要委任安华 作为这一个副首相之外呢 他们也有要求啊 西蒙政府呢 分散了原本 就是过度集中在首相的行政权 还有加速制度的改革 以及呼吁呢 政府以及各政党啊 展开对话跟研究 以便代表 以便呢就是代表制取代 目前的领先者当选制 就确保国会呢 是拥有足够的代表性 这三个非政府组织 讲了很多 他们也呼吁了很多 不过他们的呼吁 肯定的会引起 另外一派就是支持 敦马者的不满 接下来双方又会花时间跟精神 在那种互相挺来挺去 我觉得很废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动作 这其实是很悲哀的 我们换了政府之后呢 人民希望有更美好的未来 更公平公正 以及稳定的政策跟政局 偏偏呢 敦马就是不愿意在这一个课题上 听取人民的这个意见 让政权稳定 以及让政权能够更稳固的 转移到安华的这个身上 这个事情也说明了 敦马还是当年强势 以及武断的领袖 没错 那到底这个事件的发展 会如何 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继续锁定 再让你每次收听 都有收获的CD Plus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关注另外一则焦点新闻